印度的建筑结构和安全规范不太严谨 经常传出火警和意外事故 孟迈一所医院怀疑电线短路 星期一起火燃烧 造成至少6个人葬身火海 另外有129人受伤 印度孟迈一家五层楼政府医院 怀疑是电线短路引发火灾 熊熊烈火一发不可收拾 农烟直串医院上空 当地消防局接到投报后 马上派出10辆消防车到场烈火 消防大军成功控制火势蔓延 没有波及到另外两层楼 同时紧急疏散大批医护人员和病患 随后消诊人员前往各个楼层勘查 确保没有人受困医院内 不过这场大火还是造成至少6人死亡 129人受伤 大部分伤者情况稳定 事发后院方疏散了49名病患 并转移到附近的医院治疗 巴西里约热内卢 一家大型炼油厂 星期一中午也遭到火魔来袭 不只吞噬炼油厂外 也央几几辆油罐车和附近的设备 现场火光一片 还发出阵阵爆炸声 情况害人 火场冒出的烟雾遮天蔽日 导致一些前往里约热内卢城市的主要道路关闭 消防人员花了一个小时 才成功控制火势 至少6个油槽损毁 所幸这场火灾没有造成任何人伤亡 镜头转到美国 在威斯康星州 苏比利尔消防局亮绿灯 准许烧毁靠近苏比利尔湖的大型粮仓 当局表示 这么做不会威胁公众安全 也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至于印第安娜也躲不过灾难降临 大火包围移动在老伦斯的老旧建筑物 消整人员极力抢救灾场 目前没有收到伤亡或疏散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